刚才也提到了 对于本港的房地产股 因为在过去 外资对于港元的需求 继续增长 也因为港元跟美元 有一个过欧的关系 在7.75之上 不可以再上线了 也影响到利率 处于一个很低很低的水平 对于资产薪级 也有一个带动的作用 因为在香港 要找一些投资 每年3%到4%的回步 也不是太容易 如果也不想在股票市场冒风险的话 房地产也是 可以讲的说是回忆的投资的工具 还有就是一手 新的房地产的项目 这个销售情况 理想也带动到很多 本港的房地产股 有一个比较良好的上涨 不过因为很多的 本港的房地产股 他们现在的股价 已经差不多新到了 这个资产价格的水平 我相信在未来 火力回吐也是有机会出现的 这里是兑地产股 因为我都会说 但是评论买